人民幣近期大幅波动 投资者持人的怎算好呢 美国的加息 引致资金走入美元的资产 其实都已经差不多有三四个月 美汇指数在4月份的时候 只不过是92 最高上到97 可想而知 已经有很多外地的资产 变卖了 变了美元走入美国 就是因为太多外面的资金 就去美国 引致美股又升 美债又升 我想九月美国加息 美元再上空间不太多 因为已经很饱和 反而11月 如果是共和党 赢不到众议院大选 他得不到大多数席币 我想美元会掉头下跌 而且幅度会比较多一点 人民币 现在他接近6.9 到时他会录去6.7到6.75之间 但那个已经是顶部了 所以看鲨鱼 中可能会升 所以我说 你现在如果买了人民币 早三个月之后 你就要离开 好像我建议6.7到6.75 就沽出去 等到 他可能去回七算 这样的水平才买回 因为今年就应该不会过七算 但长远就不太好 所以如果是去到6.7到6.75 可以考虑买入其他外币 例如欧元和欧元 欧元我想现在1.15这些水平 应该接近差不多底部 那奥仅0.72 72尾仙也差不多底部 那将来他们可以反弹 一年可能有5%左右 那就会胜过 你如果拿着人民币 是三利息 但是汇价是可能会输